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又不是人人都能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 在历史的史册中 皇帝在当上皇帝之前会有相诗说他拥有帝王之相 今天我们通过五官看看谁有帝王相 谁有报复命 首先是报复命 一 鼻头丰满有肉 古人说 鼻头有肉 心内无毒 这样的人包容心很强 接人待物都比较诚恳 而且会有大的成就 财运都很好 鼻子是财库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养自己的鼻子 黑鼻头一定要经常清理 保持光亮 这样也是有助于财运的 好的鼻子要大要高挺 这样财运会特别好 能聚财 容易报复 鼻子肯定是越大财运越好 如果鼻子大 颧骨也高 这样不仅报复 还会获得巨大的名声 二 方形脸和方形手掌 方形脸的人能成大事 很容易报复 方脸拥有明显的骨感和硬朗的线条 代表着个性坚强和不屈不挠的品质 正是这样的特点 使得方脸的人在事业上能够克服困难 以坚定的意志和毅力迅速地达成目标 方脸的人对家人非常关心和保护 有着强烈的家庭牵挂 有着更好的生活福祉 方形手掌是富贵掌型 拥有这样掌型的人非常的理智 不会做一些冲动的事情 他们还是有福气的人 就算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能够解决 在困难面前越战越勇 还能够激发内心的斗志 应该说这样掌型的人都是不缺钱财 不缺福气的人 还健康长寿 三 额头宽阔 下巴两边圆润 额头又叫天仓 天仓就是上天的仓库 所以额头宽的人财运都不俗 如果下巴两边还特别圆润 那就是抱负无疑了 因为下巴两边还有一个称呼 叫做地库 大地的仓库 所以这两个位置饱满宽阔的人 不仅有钱 还特能积累财富 四 眼睛又细又长且向上之人 这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单凤眼 眼睛光彩夺人 给人很聪慧的感觉 这种人很容易把握住商机 能够一夜报复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面向 也可以借助他人的力量 和这样的人交朋友或合伙做生意 同样可以借运发财 五 眉尾浓密 不留意修眉毛的人要注意了 如果眉毛尾部过于散乱 则钱财支出多 很难积攒到财富 不过相反 如果眉尾很浓密 则特别具有商业头脑 会积累到很大一笔钱 然后是皇帝命 一 额头宽大的 一般来说 一个人的气势都是体现在额头上的 因此如果额头宽大的话 这个人的气势无疑是很好的 在面向上看来 额头宽这种特征 也是皇帝命的面向里面 必备的一种特征 有这种特征 就是构成皇帝命的基础 因为额头宽大 可以让一个人身居高位 二 颧骨微微突起 虽然颧骨太高不好 但是如果完全不突出的话 这个人的运势 其实通常都是不太好的 在面向上看来 一个人的颧骨 如果是微微突出的话 那么这个人会具有比较好的气势 在气场上 也可以得到很稳定的发展 所以这种面向 会让其成为皇帝命 三 高鼻梁高额头 高鼻梁高额头之人 从性格角度分析 个人的领导魅力十分的强悍 可以不费力地感染身边的每个人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天生的 与生俱来的领导能力 高鼻梁高额头的面向 将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 所四 精神丰足 充满魄力的领导欲 能震慑四方之威 一个神思恍惚 待至无神 成天哈欠连天的人 纵欲过度 这样的人就算是有人扶住 都是扶不起来的 更别说能一时叱咤风云 而能力强 领导欲强 精力旺盛的人 完全能解决各方不安的因素 将手下的人统一起来 所表现出来的一定是眼中精芒 那种威仪不是能装出来的 而一定是精神丰足 由内向外 皇帝命的人都有哪些面向 五 耳垂贴耳 自古就有看相看耳朵的说法 耳朵代表着一个人的财产丰厚程度 及其俘虏运势 从面向学的角度来讲 一个人的耳朵越厚 那就说明他福泽越是深重 耳垂象征着 万年才 耳垂圆润的人 到中年以后 必然吃穿不愁 日子过得笑口常开 并且耳朵贴近自己脑后的人 他们发家致富的原因 几乎是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而不是依靠他人的馈赠或者帮助 性情坚定 值得信赖 拥有这种面向的人 不光自己很会赚钱 他们还很擅长存钱 能做到生财有道 天生就是皇帝命 接着是打工命 一 言小无神 不要说面向学 通常生活上 看一个人 首先看他的眼睛 一个人的眼睛可以小 但绝对不能无神 并且面向学理 人的双眼如果无神 通常意味迷惘和劳碌 对生活没有目标 没有主见 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 无法改变打工之命 爱财却求财无路 二 三角眼 这一类人通常让人感觉阴冷毒辣 避之为疾 通常他们不但现实 更阴险 并且为人狠毒 这种人一般心情不豁达 若是利益损失 一般报酬不隔夜 此种人亦有怨恨之心 一定要提防 三 嘴巴偏小 而且嘴唇向前一小撮 形状犹如吹火似的 这就是吹火口 这种面向的人 总想不劳而获 贪欲较重 做事不走实际路线 空想大于行动 所以到老终究贫穷 四 鼻头平 两侧鼻翼窄 鼻子属于财帛宫 有财运 但花销大 存不浅 耳垂低 中年生活状态会比较辛苦 不稳定 适宜晚婚 二十九岁正缘能到 五 鼻短 山根低 财运欠佳 半截眉 个性要强 感情上控制欲也强 感情生活矛盾多 双方亦有争吵 没投掷 花钱厉害 存不住钱 聚财困难 最后是劳碌命 一 山根低线的人 山根位于两眼之间 代表着一个人的 祖业和健康 如果一个人 山根低线的话 这种人一般祖因欠罚 家业不是很好 家中能够 给予的助力较少 起点比较低 而且做启示来 没什么主见 总是犹豫不决 顾虑非常多 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 经受不起挫折的打击 失败后 缺少进取之心 女人由此相嫁的不好 男人由此向一生 碌碌无为 注定一生劳碌无福 二 嘴巴和不拢的人 嘴巴和不拢 指的是牙齿前秃 嘴唇经常处于张开状态 臂不紧 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控制力 和对于金钱的态度 这种面向的人 一般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 而且说话往往不注意场合 对于金钱的追求欲望很强 但是财运往往不是很好 即使有钱 也会向外流失 手财能力比较差 花费没有节制 最终还是劳碌无福的命 三 耳朵薄小的人 耳朵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高低 和福气大小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 耳朵生的厚大有肉的话 这种人一般非常的理性 富有智慧 一生财气和福气厚重 而若是耳朵生的薄小的话 这种人一般非常的感性 而且性情比较的急躁 做事缺乏思考 因此时常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事业和婚姻感情方面容易出问题 天生福薄之命 四 头肩额窄的人 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 以及整体运势 如果一个人额头饱满而宽阔的话 这种人一般比较聪明 而且心胸开阔 贵人运极好 事业方面比较的顺利 耳朵是头肩额窄的话 这种人一般少年运较差 出身家庭较为贫困 从小容易吃下很多的苦头 而且目光比较短浅 贪心极重 心胸也非常的狭窄 虽然也很努力 但注定一生劳碌贫穷 五 颧骨低限的人 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欲望和追求 如果一个人的颧骨高突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强势 控制欲极强 有着很强的好胜心和进取之心 虽然人际关系方面不太好 但是事业方面 往往能取得不错的发展和成绩 但若是一个人的颧骨比较低限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软弱 缺少主见 而且喜欢抱怨 做事喜欢敷衍了事 也不太懂得人情和交际 一生也难有什么成就 注定劳碌无福 面向学士决定 能否发大财的一个因素 但绝对不是唯一的 而且面向讲究相不独论 不可只根据一处五官来判断吉凶 命运要看得更准 需要看整体的面向 老话说 像由新生 有怎样的心态 就能够决定在未来 有多大的成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